黄光生与许昌的关系 倒也不算十分亲厚 许昌不过是他妻子扒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他妻儿也是受人之托 才让自家丈夫为他谋了个 可以虎口的差事 黄光生为他找到这份差事时 就已经告诫过他 不要惹是生非 也莫要让旁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一句话 无事莫登三宝殿 有事二人不相识 谁知道此人竟如此眉皮眉脸 整日嚷嚷着他有后台 虽说这私并未止名道姓 可这经成父家子弟多如牛毛 朝堂权臣人数已不少 他这样苟诏人士 有心之人早已查出来 等着参摊了 前些日子黄光生才为他摆平了一桩事 今日又收到这样的馊主义 他看到信后气的火冒三丈 恨不得及刻找人断了他的前程 如今竟然敢把主义打到陆毅身上 那陆毅能是普通人吗 那是锦衣卫 黄泉特许有先斩后座之权 无事被他拉进赵宇都要脱三层皮 更别说许昌那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借着他的名声做了这么多事 若是陆毅手下不留情 他黄光生早被打死了 前些日子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警告 才三更半夜将他儿子扔入湖中 好不容易消停了些时日 今日可倒好 还敢给他送信 黄光生烧了信件 泰人去打探陆毅的口风 都说锦衣为牵势陆毅 心肠比其父陆亭更为狠毒 手段也比其父更为果决 对上他 无异于自找死路 原本他仗势七人就令街坊邻居多有不满 又因为妻而哭求 他已经为那个畜生遮掩了不少事 没想到这些事情不但没有让他收敛 反倒还感动陛下眼前的红人 更何况三法司也并不是他说了算 这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合称三法司 刑部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 大理寺主要管理对冤案 错案的不证 停法 督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 还拥有大势奏裁 小事立断之权 三法司之间具有微妙的平衡 职权分离 相互牵制 岂能是他一个小小的刑部上书 说什么是什么 在洛毅那里没有打探到消息 黄光生有些着急 就怕他突然拿出些什么 至于袁金夏 他第二日上职时同囊们接拿这件事打去 说他都要嫁给锦衣卫牵士了 为何还要来六扇门 和他们这些穷苦人家抢饭碗 还在为他担心若是嫁了人之后 只能在家相夫轿子 不能抛头露面了 袁金夏一席话让他们白担心了 袁金夏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 他已经与路易说好了 以后六扇门永远有他的位置 这些同僚们听闻此言既心酸又高兴 心酸的是他们以后 依旧抢不过这个小丫头 高兴的是他觅得好人家 浑身的本领有了施展之处 不会成为蒙尘的珍珠 这些年他的不义大家都看在眼里 如今苦尽甘来 众人也觉得苍偏有眼 只有许昌 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 不敢为难袁金夏 只能酸溜溜地说几句 袁金夏人逢喜事精神少 面对他的酸言酸语也不做反驳 至于路易 早些日子他便让账房刘不腾抄聘你了 如今应该抄得差不多了吧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找人下聘了 他父母双亡 长辈就只剩下盖书了 这些日子 他只要有空闲时间 就会拉盖书商量这件事 还别说 盖书正经起来倒是让人刮目相看 二月二 龙抬头 大苍满 小苍柳 天气回暖 草略花开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蛇虫出洞 冰雪消融 一大早袁金夏起来 便用长杆鸡打着房梁 寓意着将龙唤醒 护佑一方平安 同时也盼着能经走蛇虫 使其不能危害 简接着 魏元大娘便贪烙煎饼 燃烧熏香 引乾隆这种好事 自然就落到了 剑琴眼开的元金夏头上 他提着水桶挑水入缸 嘴里还念叨着希望龙猫们 能保佑他日进斗金 玲玲给他们剪了一溜头发 辞旧迎新 紧接着 他们三人烧香祭祀 敲锣骨 放鞭炮 为土地神祝贺生辰 希望能保佑他们无苦丰登 平平安安 吃龙屎 起龙船 围凉顿 敲龙头 家家户户 热热闹闹 春饼 面条 馄饨 饺子 龙莲 龙须 龙眼 龙耳 虽只有他们三人 可元金夏在此 怎会冷静 午后 路易带着盖书 请了媒婆 前来提亲 他们没人的陪同下 携带相应的礼品到元金夏家中 元大娘抬眼望去 几箱金银珠宝 手脚都不知该放在何处 玲玲好歹见过些世面 这些礼物倒也没让她神情有什么变化 简接着 在媒婆的带领下 盖书与元大娘互换了 路易与元金夏的生辰八字 这问明的礼节也算是走过了 元金夏在听说路易带着人 来提亲时还想凑一番热闹 被元大娘与玲玲合力关进了屋子 等路易他们走了才将她放出来 我的天哪 路易还真是大手笔呀 这礼品 甚合我意 元金夏瞧着那些珠宝首饰 眼里闪着金光 最后一道礼物用红绸布盖着 元金夏打开之后被惊着了 大雁 这时节 哪里来的大雁 他原本以为弱势寻不着活物 路易肯定会打造两对金银制作的红雁 没想到居然是两只活的 婚姻以雁为理 男女内外何顺 婚后中真专一 双方中真不语 那 咱们的回礼是什么呀 和大人的这些东西比起来 会不会太过寒酸 元金夏总算想起正事了 玲玲还以为她不会问呢 放心吧 回礼路易是不会计较的 玲玲信誓旦旦 这些礼品之事 元金夏从头到位都不曾操心过 玲玲也乐得自在 她与元大娘操办起这些来满脸幸福 路易得知元金夏的生辰八字后 以最快的速度回复 将其置于祖先案上请示吉凶 来测算双方的年更八字是否相克相冲 等待过程中 路易身心煎熬 盖书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人如坐针毡 二人如坐针针